寻春秋 寻找历史的足迹 由商朝的达吉发明 他比传说中的剥皮更加可怕 被这种刑罚处罚的犯人一度生不如死 很多犯人听到他的名字便早已被吓死 就连行刑的人面对那样残酷的画面都不忍直视 然而如今这种刑罚却成为当今社会女子的最爱 达吉发明的这种刑罚为炮落之刑 此刑罚用稍红的刑具对他们犯人的皮肤 行刑时那种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 一度让在场执行官苦不堪言 这种刑罚一般用来严刑逼供 这种刑罚的残忍程度至今没有刑罚可以超越 据说当初发明这个刑罚 完全是商周王为讨达吉开心 甚由达吉做实验出现的刑罚 对于这刑罚之后的朝代一直有沿用 但都是加以改造 就是我们在影视剧中常见的铁铲烫红 放在犯人的伤口上熨烫 这听起来已经是非常残忍 但比起当初达吉的实验已经好很多 当初达吉就是直接让犯人在烧红的铁柱上爬行 最终犯人要是承受不住 就会掉入下面燃烧着的炭火中 想想都恐惧 其实当初达吉之所以有这样的发明 灵干还是来源于一棵被雷劈死的树 因为这棵树里面居住有蚂蚁 在树被雷劈后 蚂蚁就争相从树枝上爬出 但最后都以为难以承受高温 选择跳入火海烧死 丧心病狂的达吉 再看到这一幕后觉得非常好玩 于是就发明了炮落之刑 随着历史的发展 这个刑罚的刑具一直在改良 熟悉已经衍生出运动 这种发明对经常做家务的女子 是必不可少的帮手 她们深得女子的喜爱 本期的寻春秋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短视频 目前越南king 关注评论延